光复乡公所即北区的秀林以及临近的封冰箱 发放了防疫礼金之后 也将成为华林县第三个发放防疫礼金的乡镇 乡公所编列预算 经过了乡代会审议通过以及县府合备之后 计划从3月22号开始一连四天 分村分替次的来发放每人1000元的防疫礼金 乡长林清水表示 预计发放给全乡一共12000多人 从去年规划提报发放防疫礼金计划 获得相待会以致支持通过送县政府 今年2月底县政府合备后 这一张张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出 乡公所召开发放相关的前置作业 希望能够尽快将1000元的防疫礼金 发送到每位乡亲的手中 我们防疫礼金经过代表会建议 然后我们再提资质条例 送县府县府合备 然后我们再请代表会来预算 所以目前应该一切完成了 我们一定在3月22号24号 然后3月29号30号分四天 分村分批来发放我们礼金 然后其他的如果外面领大的 可以在5月31号到我们村办公处 那么领取 即北区的秀林乡以及临近封冰乡 发放防疫礼金后 随着国内疫情的趋缓 光复乡公所也准备发放1000元的防疫礼金 计划从3月22号起一连四天 分村分替的来发放 而至于即在人不在 以及14岁以下的民众 相公所指出 也可以透过委托书 由家人代为请领 如果到时候要领款 我们没有通知说 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领 如果带身份证印章 要盖印章 如果说比如说有小孩子 在外地没办法回来 我们希望说有 他的身份证印本 然后有委托书 请他盖章或签名 然后就可以贴在委托书上面 我们就可以领取 如果没有身份证 比如说14岁以下的 那我们可以请家长 就带身份证来 我们要带户口名部就可以了 国内疫情趋缓 光复乡公所也准备发放 1000元的防疫礼金 刺激在地各个面向的经济产业 也提供民众添购防疫物资 等等之用 乡长林清水表示 全乡共1万2000多人 都可以领到1000元的防疫礼金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